以循指示前程礼佛族借花香 黄金海岸晋思堂举办御佛活动 一年一次参与的不分种族宗教和肤色 第一次在黄金海岸参加我们慈祭御佛 在过去曾经也在台北的中心建堂 参加过四次的御佛 那在这边的庄严跟感动 跟在台北是一样的 和慈祭有多次合作经验的救难团体 也特地派人来参与不想错过 在墨尔本举办的场地是在一楼车库 尽管冬天寒风冷冽 不影响大家慕浴佛恩的好心情 三位年过85岁的老菩萨 也在志工的扶持下出席 还有的是全家人一起来参与 一直来就是要不同就灌输 孩子有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刺激的精神 然后自己本身也觉得 也是时候付出了 然后就参与人们精神三美 谢谢 谢谢 不只是宗教仪式 更多是孝庆的意涵 此新闻特地献上歌曲感恩志工陪伴 一家人的好情感在异乡更加珍贵 当然新闻特地献上歌曲感恩志工 当然新闻特地献上歌曲感恩志工 澳洲综合